大家好,今天我就讲一讲这个验身的报告,怎样看 其实我想讲一系列的影片就关于这些方面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去做身体检查,你去看报告的时候 通常都很简单,就是说没事了,这些小小东西,这些有些窄戒 其实没有说很多时候都未必很详细解释给你听 你自己看到的时候,又看到有些红字,有些underline 有些字眼上好像很多人害怕,你又不知道找谁问 如果大家对这些影片有兴趣的话,欢迎留言 你想我讲哪方面的验身报告的,你就可以留言告诉我 做一些影片出来,就可以解释 首先今天就讲一讲一些,我们照着血管造影 那些各样,很多时候就会照着心脏的血管有些概化 如果他失了,你就知道了,失了局都知道了 他就告诉你,失了多少,失了多少条,要怎样做 但是很多时候他就可能说没有失,但是就有些概化了 血管代表什么呢?今天我就讲一讲这件事 大家就想起血管失了,就一定是想起胆固醇,脂肪失了 不要吃太多肥东西,要多些运动,这些都是对的 大家一印象中想起血管失了,或者我们正式医学名称 就叫做Aphoroskyrosis,中文叫做触氧硬化 大家听完又是不知道说什么了,不重要,总之就是血管失了 那你一想起这件事,或者你看到那些图画,很多时候就是一条血管 上高就有一堆黄色的东西,阻止了血管,那些黄色的东西 你一想起,就想起脂肪,牛油黄色,肥油脂肪的东西,黄色的东西 有些脂肪失了血管,这件事是真的,不过事情就没那么简单 那就讲说一说,如果我们的血管,如果我们年轻高的瘍痰痒痒痒痒痒痒很瘦痒痒痒痒 aer色细胶的 就是酸胺原来是滑滑的,很靓呃, separation 除了那些量多,如果那不同顷,或者我们年纪有 richness 除了同个称痒痒痒痒痒痒很重来 Essien 血管的内壁就开始有点不平滑 就好像有一些一块的东西开始出现一点点 你可以想象它为之 血管里面的老人斑 就是说血管里面有一块块的斑块 就在血管内壁 血管内壁开始就不平滑了 有些人过了很多年 比较年纪很大的话 有时就像这幅图那样的 血管里面就直接成了一块块脂肪 这样粘着在里面的极端例子 其实这些一块块的东西 或者我们叫做血管的老人斑 就是塞着血管的脂肪 但这块东西其实不单止脂肪 应该说正式来说 它里面有胆固醇在这里 有一些其他的脂肪 胆固醇其实只是其中一种脂肪 有些其他的脂肪 不是胆固醇都是脂肪 有些其他的脂肪 有些是细胞发炎之后 那些细胞的残余物质 就是死了细胞的积聚在里面 还有有一样东西 就是有钙质在里面 就是说那块东西里面 不只是脂肪 有钙质在里面 钙质的东西 通常我们做一些医学造影 凡有钙的东西 包括骨头一照下去 就是白白的色 如果血管钙化 你就会看到 各个样子就像这幅图 这个造影就是心脏的血管造影 你就会看到不同程度 初头可能有一点细细点 那些白色的地方 跟着这些白色的点 越来越多 你加入在一起 就变成一条长条 代表整个血管内壁 可能一大块 都是这些含有钙质的脂肪 即是触氧硬化 在这里形成 换句话说 如果你说照着有钙化 钙化代表什么呢 钙化代表就是血管 就开始有些触氧硬化 开始退化 开始有些想失的现象 就算不失 代表慢慢风险就大了 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就是说钙化 钙化和触氧硬化 即是脂肪积序 其实是两样东西平衡的 有一样 就代表有第二样的了 等于你家里有越多猫 就有越多猫的便便 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 如果有钙化照到来的话 就算没有失都好 你饮食那些 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还有要多些运动 有血有糖尿 就要好好控制才行 这样说 就希望大家明白 血管钙化有什么意思 也未必代表很严重 不过大家要小心 有一个警号 就一定要留意一下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我新书 Dr. Rex 幼稚园 也有很多 好像这部影片里面的 很简单的 又有用的医学内容 大家如果还没买的话 可以去三中箱 成品 或者Hong Kong TV Mall 的网站订购 你们觉得这部影片帮到你的话 记得介绍给朋友看 你们也可以透过Youtube的超级感谢功能 表达你对这个频道的支持 记得点赞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按订阅键 按下小钟才走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别再接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